何俊猴子神级发挥 吴志辉秒变小谜底 这不跳过来刚好 这一套的话肯定是秒杀了 我感觉他应该是这个水平又 达到了哪一种 那个观看了 无法突破 走吴志辉聊聊天 谈谈话 看看能不能达到什么新的一些 高度啊然后受到什么新的启发 然后俊辉这两个人应该说他们的合体之后 几乎无敌了 打了好几个这个一线中一线顶的啊 对手只能拿个一分两分 只有那个阿明拿了一个五六分 好我们继续看 喂 很精准的破点 哎呦差一点被炸呀 好 抓了 要转球了这个距离 漂亮 炸一下敦防啊 你如果说战防他有可能又下低啊 所以说这个 跳西炸敦防他的成功概率非常高 好 何俊上来了哈 俊辉合体 天下无敌啊这是 哦哟哟好漂亮哈 这波呢是为了被避免失误的直接放的必杀 很溜啊 再次跳西大厦斯 飞飞也是在跟他直播的时候一直看着啊 一直在夸帅气漂亮啊牛批啊 对吧打点不太好 稍微远了一点 跳西过来 哦哟漂亮 跳西挨打挨带着一个指令头啊 我经常也是这么打的 哦哟哟这波抢的真帅啊 大门可能以为机会落地 有这个必杀的机会了 可惜了呀 34637一个失误啊出现了一个假镇直接被带走 好点赞记得看 然后他打小鸭的话这场的是一个抢12的哈 抢12的也就小鸭能够拿4分了如果是抢10的平均得分2分 哦哟哟这AV还不错 一个蹲蹲倒地 哦哟这波没预犯对手的AV 距离卡好的话对手AV也跑不掉的啊 好这下应该压死了吧 哦哟哟又掏下盘布阵吾灰这你感谢 不错嘛 难道何俊在旁边也是给这个吾子灰 给了一些压力是吧一定要打得好一点啊 不然又要 说他是不会布阵的了 先钢死再说吧不要夜长弄多 钢 太远了呀 下地转球 又想炸灯王再钢 好抓呆 好今天还是继续钢啊 能死 则打死 炸过来哎呀炸到 意识不错 来转球 赚猴子的话还是得小心啊猴子身会比较低有时候他赚不到有可能直接被人家吹翻了 哎呦 最后最后的角色表演 表演 太强了 不会确认 不用 Genic 周六 刚好又打到 前冲 什么 吗 打残 韩咩 可以走了 呃 呃 呃 还在冲呢 搞死啦 好 完随就就 不可以掉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